欢迎各位B站的小可爱以及咱们幼化的同学来到国画六七的毕业典礼 首先就恭喜咱们的六七同学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终于为自己的学习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 那么这个句号呢主要是看一下大家在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以及他们学习方面的一些收获 但是呢这个句号它只是说下一个起点的开始 可以看毕业证书了 所以呢因为绘画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我们主要是在这一段时期之内看到大家的成果 感到非常的欣慰 咱们六七的同学 六七的同学好 请敲一个六为自己鼓一下掌 咱们六七的同学 我画六七的同学 你们毕业啦 欢迎Kimi 日子过得飞快 是的 那我们今天好 呃内容呢主要是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首先是来就是颁奖 看看就是咱们的同学好 在这一期的学习当中 因为学习的话它肯定是有一个这个进度的 所以呢我们也会把前四名的同学来做一个颁奖 后面的话呢就是第二部分好 就是分享一下他们的毕业作品 看看他们就是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 其他同学呢也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我知道咱们也有七七的同学好 七七的同学 所以呢大家就是相互学习相互欣赏 那么这个作品呢 因为每个人他就是绘画投入的时间也会不一样 或者说每个人他就是基础方面也会不一样 所以呢咱们只是来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 并且呢希望他们在后面的学习中哈 能够有哪些方面再去深入的去学习一下 这个呢就是后面老师会给你一些小的建议 大家在学习的方向上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是毕业了 但是还是要坚持不断的学习 一水横敲了一个七 太皮了你们太皮了 欢迎凌云 也是咱们七七的同学好 七七的同学 今天我已经把 对啊 今天我已经把咱们的这个成绩表已经上传到了这个相册里面 相册里面哈 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哈就是来看一看这个花落谁家这个奖品哈 花落谁家 因为我们在开学典礼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 咱们的这个毕业的分数哈 毕业的分数是根据平时的一个总的考核来评定的 那么我们的总的分数呢 是一百二十分 包括课堂作业是五十四分 以及每一堂课的作业修改是十四分 课外作业的话是十二分 那么这个十二分哈是 十二分是 平均下来的话就是 要画四十幅作业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咱们的课外作业还是挺多的 然后毕业作业的分数是四十分 总分呢就是一百二十分 那咱们的及格分数是七十二分 一水横 这个我应该已经及格了 四十个课外 是的 因为国画它画起来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些 像采迁的话 以及素描啊 这些就会 画画绘画的总的时长会比较长 所以国画里面我们就是定的是四十幅 但是虽然说我定的是四十幅 但是很多同学 有已经超过了四十幅 像蓝月啊 然后紫玉啊 以及咱们的珍珠啊 这些 还有静心 以及苗月和这同学 他们都已经是 至少是五十幅 好像蓝月的话 有一百来幅 珍珠的话 也是有四五十幅的 五六十幅的 所以哈 所以呢 功夫也是不负有心人 咱们来看一看哈 这个第一名的同学 综合得奖的实力奖得主 是咱们的珍珠同学 珍珠同学在哪里 珍珠同学请敲一个一哈 请敲一个一 珍珠同学在不在 好的 珍珠同学呢 她的这个作品 好 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来欣赏 那我们首先 对 给她一些掌声 确实哈 嗯 珍珠同学 她画山水会比较多 然后呢 就平时在绘画的过程中 也是相当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 然后也很努力 咱们来看一看 她的这个相册好不好 这个是她今天画的 今天上传的一张牡丹的作品 给你们来欣赏一下 这位画得很好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你看 学习完了这个国画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画在这个卷轴上 这个卷轴是现在这种网上都有买的 就可以直接送给其他朋友啊 家人啊 或者说挂在你的家里面 也是非常好看的 你们是不是也非常想拥有一幅这样的作品 就感觉珍珠同学画了之后 肯定很多人会向他求画 画这一幅画要多久 这幅画的话 应该要画个两个小时 最多两个小时 我们在国画当中 讲究的诗书画印 你看他的这个花好花 以及的他也学了书法 所以他的线条也是非常好的 诗书画印同源 国画他画起来相对来说 会比其他的画科要快一点 但是他的难点就在于一笔成形 不能修改 所以你看到的这些作品 都是经过他们前期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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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就是所呈现出来的 这个学习的成果 这个也是他平时画的一些小品 这个也是他平时画的一些小品 这个呢是山水画 这一幅是墨谷 还画了西七的这个素材图 这个鸭 像这种梨江山水 葡萄 这个牡丹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题材 像这一幅梨江的山水 就整体的气韵非常好看 是不是 但是大家可以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前面 前面 前面你看 画的还是比较简单 是不是 对 看看他就是 怎么一步一步 就完成了 这些比较齿幅 比较大的一些作品 这个呢 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的一些 比较 还比较质朴哈 比较稚嫩的一些 这个竹子 然后每一课都有练习 这个呢是他在画的一些公开课上的一些作品 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墨色 一开始的这个墨色 也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糊 这个墨色还是有一点糊 但是咱们看一下他后面 的一些作品 后面的一些作品 看这种线条 基础的线条 一开始还是水缝啊 各方面还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想看珍珠同学的毕业作品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竹子的线条 还是在水分方面的话 有一点点多 经过坚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欢迎这个9500 因为没有 没有这个显示名字 所以我就只能说 是念一下这个后面的数字了 欢迎单 就有一些同学呢 他可能觉得 国画在一开始画的时候 有一点难 你看他画这个 蓝花 蓝叶 他在画的时候 也是画了无数幅 但是呢 就是因为他这种 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及他认真的态度 把前面的这些线条的基础 就是打好打牢固 我们常常说哈 这个国画当中的线条 它是一个基础 所以呢 到后面哈 才会有这个笔 笔法 木法上的一个精进 所以为什么说 这个画画要循序渐进哈 所以 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些基础 给打牢固了 后面你在画作品的时候 在线条上 木色上 才会处理的好 珍珠同学呢 他已经退休了 所以呢 你看 这个喜鹊 是吧 这种线条的话 到后面的 就仓劲有力了 咱们看看他的莫骨 这个是上课的内容 欢迎咱们的紫玉 他也画了很多哈 然后跟老师 交流的也比较多 咱们再看一下哈 我觉得 珍珠同学还是比较喜欢画山水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后面哈 就是 画了很多山水 像这个 青绿山水哈 他也画了 不仅是画了六期的 五期的一些作品 他也画了 就持续不断的 学习 然后去精进 所以呢 大家对比一下第一幅 给你们做一个对比 看看他的 这个进步有多大 好第一幅 看这个竹子哈 第一幅完整的作品 再到他最近教的一幅 牡丹 是不是有一个质的突破和飞跃呢 是不是 给咱们珍珠哈 刷个鲜花 是不是有一个质的飞跃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奖品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奖品哈 我切换一下摄像头 看到我的手了哈 那咱们第一名的奖品是 红星的熟宣纸 红星呢 它是宣纸的一个著名的品牌 然后这个熟宣纸哈 这个里面是公笔 是公笔的 这个熟宣纸 这个里面有十章 因为咱们现在已经 就是学完了国画 好 写意的部分 后面呢 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往公笔方面 对 可以去学一下公笔了 因为有了这个国画的基础之后呢 你在公笔的运笔线条颜色方面呢 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 呃 这个熟宣纸哈 它里面有十章 我先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地方 它还有一层这个膜膜给 就是包住了 因为熟宣纸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 它放不了太久 它放太久的话 就会漏烦 但是深宣纸的话 就越放的久 是越好的 这个大家需要做一个区分哈 大家需要做一个区分 啊 这个熟宣纸呢 它是特别特别薄的 虽然说它是薄薄的一张 但是呢 它 上面有繁好 它是不 不会容易吸水的 它就是呢 比较耐造 能够经历这种三繁九软 所以是 化工笔 一个非常好的材料 那么有了这个 深宣 有了这个熟宣纸 那肯定就少不了这个 这个呢 是浇繁水 因为像熟宣的话 它有时候会漏繁 就需要去刷一个浇繁水 所以呢 这个咱们第一名的这个奖品呢 就是 红星的 这个宣纸 加上这个高级的浇繁水 所以说呢 是不是还是很贴心 就不用想着 哎呀 我的 这个 漏繁了怎么办 漏繁呢 可以用这个浇繁水来解决哈 你们是不是也想拥有 这个浇繁水 它用的时候 它的浓度会比较高 所以咱们珍珠同学 如果其他同学也有买到的话 它是要加水的 因为这个浓度会比较高 不适合直接去 刷在纸上 它需要去加水 那么加水的话 一般是1比1的比例去加水 1比1的比例去加水 所以 这一点需要大家去 记住一下 不然到时候刷的时候 你刷的 刷的太多 它的比例太多了 那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你的颜色 完全吸不到纸上去 就是你画一遍 它会特别特别的滑 就感觉没有画上去一样 这个是啥 溢水痕 这个是交繁水 是用在工笔画当中 来看看咱们的第二名 是缆月同学 缆月在哪里 缆月请敲一个1 溢水痕 你是帮缆月敲了一个1吗 好 那咱们来看看缆月的相册 好不好 它刚刚还在的 回来了 好 回来了 那缆月呢 它就是也是咱们六期同学的一个学霸 妥妥的一个学霸 它的课外作业有 我刚刚说缆月在哪 然后让你敲一个1来的 妥妥的学霸 好 妥妥的学霸 那么它在 这个 咱们这一期的学习当中 它的上教的 这个作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哈 三百多张 大家能想一想 它画了多少张 它画了多少张 而且我发现它画了 它自己买了这个卷轴 好 这种卷轴 应该也 至少是画了五六幅 可能都不止 好 可能都不止 咱们同样是来看一看 它在一开始学习的时候 画的是什么样子 黑历史来了是吗 完成度 所有的都已经完成了 对 咱们看看它的第一张 第一张是这个丝瓜 这个丝瓜在画的时候 这个线条还稍微有一些 这种比较细 比较细 这里有一个同学问到 好奇国画会费钱吗 因为国画它宣纸 稍等一下 我的这个弹幕不见了 国画的宣纸 它是比其他的 像水彩的纸张 要稍微的便宜一些的 国画的宣纸的话 它相对来说会便宜一点点 好 那我们继续 刚刚有了一个小小的bug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揽阅它的这个前期 也是练习了很多梅兰竹菊 我觉得揽阅它因为 它之前有练习过书法的线条 所以呢 它在这个 线条上 运比上会十分的肯定 这个呢 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好 一个优势 大家看看它的这个 牡丹 平时也做了很多的练习 稍微欣赏一下 好 欣赏一下 大家一起来学习学习 这个是菊花 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菊花 用笔还是很肯定的 好 这个是 无畅硕的一个菊花 配上这个字 是不是就觉得画面整体很完整了 后面它也画了很多的山水 看看这一朵牡丹 花开富贵 提上这个字 是不是整体感会比较完整一些 这种小青绿哈 小青绿的山水 我个人非常喜欢它这一张 就是尺幅比较大的 这种仿骨的山水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好看 这个直接可以挂在你的家里面哦 看到了大家的这个惊叹之声 黄骨色每次都要巧买不到 是说这个卷轴是吧 像这个的话是一幅小青绿 你看它是直接就可以 呃 挂在自己的家里面了 好像新丑后面不带黏字 对不对 是新丑黏啊 这个的话是 也是一幅小品青绿山水 中间哈 有一些是它的 比较大幅的一些创作 所以你看从我们的 学习的过程当中哈 最简单的线条 笔触到最后能够自己画成 这种完整的作品 其实你不仅是需要 就是自己的努力 同时呢 还是需要一个正确的 学习的方法 这样呢 才能使你更快的进步 我觉得这个 这些作品呢 不仅是你 就是学习成长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过程哈 同样也是来回顾一下 你在这个绘画的 这个道路上是经过了哪些 不论是你觉得困难的地方 或者说你觉得 有所收获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都是你 就是人生当中 很重要的一笔财富 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就你回头看看 自己的一些作品 发现哇 我原来画了这么多 然后有了现在的一个进步 同时呢 你们也可以时不时的 时不时的来翻一下 自己的这个相册哈 刚刚呢 已经给咱们珍珠同学颁奖了 现在呢是咱们揽乐哈 的奖品 揽乐的奖品 就是这个吉祥的颜才 回答冰冰鱼的问题 冰冰鱼 刚刚他是不是问你 那个尺幅有多大 那你可以回答他一下 好 这个是吉祥的颜才 咱们 嗯 水彩班的同学和国画班的同学呢 可能有这个颜色 有这个颜料 那么这个颜料呢 它是日本的一个品牌 它的特点就是颜色 非常的 透 非常的细腻 适合画水彩 也适合画工笔哈 咱们如果在后面画工笔的话 也是用到的这个吉祥的颜才 呃 刚刚乌塞云说了 颜才取色会脏吗 那么取色的话 它因为是这种 一小盒一小盒的 所以它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 你一定要洗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就是要算干净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藤 这个黄色和这个白色 用的会比较多 如果你的笔没有洗干净 就会容易有些脏 但是像这种颜色比较 就是比较厚重哈 这种暗色的话 它就不会脏 不会容易脏 除了这个黄色和白色 以及这种浅颜色会 调色的时候 如果笔上的水分 笔上的颜色没有弄干净 它上去的时候会有一点脏 对 会有一点 因为玛丽的颜料 它是直接是挤出来的 所以说 嗯 就会比较有一个不同的点 就是你管子里面的颜色 不会弄脏 就是你挤出来多少 你就用多少 这个的话 就是你直接在画的时候 直接占去 可能大家如果没有 就是涮笔的习惯呢 就会有一点点容易脏 好 好 那么恭喜咱们的懒月哈 获得了这个吉祥的颜采 对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个吉祥颜采 它有一个很贴心的点呢 就是在后面有一个色卡 这个色卡上直接有 嗯 这个颜料的名字 以及它的一个颜色 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大家就是看的时候 会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有 这个是鲜光黄 在玛丽颜料当中呢 它就是 呃 藤黄 这个本来呢 就是 花青 是不是觉得颜色很好看 它是一个固态的 固体的 上一次有同学 易水恒 他问我这个吉祥颜采 就干掉之后 需不需要去喷水 就是 这个的话 嗯 可以先不喷水 可以先不喷水 那么就再次恭喜咱们的揽月了 看看咱们的地 三名同学是苗月盒 苗月盒同学在不在 苗月盒同学在不在 在的话请教一个一 在的哈 那么咱们也看一下苗月盒同学的一个相册 哎 找到了 苗月盒同学呢 他 其实非常的用功 这个呢 也是他 呃 前期的一个作品 前期的一些线条 看他之前画的这个 竹子哈 这个墨色的变化上 还可以稍微再精进一点 画这个梅花也是 画了三幅 好 看一下他画的山水的部分哈 就是 线条会练的比较多 看看他的一些山水的作品 这是他画的这种 立州哈 立州的山水画 因为我们后期的毕业作品哈 主要是以山水为组 所以呢 大家可能花在山水上的功夫会比较多 看这一幅 这种用笔 以及他的这种很干脆利落的线条 是不是和前面的那种竹子 会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 咱们给苗叶和同学刷一个鲜花 有没有鲜花 好 那么咱们苗叶和同学的奖品呢 就是半身手的防骨弹皮宣纸 鲜花刷起来 这个宣纸哈 我给大家打开来看一看 是用来写书法的 一般宣纸的外面 它都会有一层这个防潮纸 这个是因为里面它是宣纸 宣纸它浴水是很容易潮湿的 所以这一层呢 叫做这个防潮纸 所以你们在用这个宣纸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就不要把这个这个纸弄丢了 这个纸弄丢的话 它很容易受潮 受潮了的话 这个纸长容易阴开 好 这个古法弹皮宣哈 非常适合来写书法 主要也是大家 在画完写意的同时呢 也可以来练习练书法 因为书法中的线条 书画同源 不仅是可以增强你线条的力度 同样呢 也是可以使你在书法当中 也得到很多的这个体会 它的纸 这个纸张呢 是稍微偏厚一点点的 稍微偏厚一点点的 这个是三尺 三尺 三尺的话 它的尺寸是100乘以50 那么像咱们 是写书法的 书法好 也是希望能够在 这个线条书法方面 得到一些提升 016 不知道耶 欢迎咱们 欢迎咱们 0016的可爱 那最后来看一下 第四名是咱们的 杨子玉同学 杨子玉同学在不在呢 在的话 敲一个一 出来领奖了 出来领奖了 是我们的优秀奖 优秀奖是手工防骨毛边纸 好 杨子玉 看到杨子玉同学 刷了一个一了 好 大家看一下杨子玉同学的 这个相册 他 上课的时候是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 在每一次课堂 他都会做笔记 好 看他的这个笔记 枝干如何去画 然后叶脉如何去表现 以及花朵用笔 你看这些 真的就是 有一句话叫做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都能有这种 认真听课的精神 以及把这些知识点 都记下来 那么我们想画不好都难 对不对 我感觉这个 笔记真的是相当的 就是细节相当的多 细节相当的多 我觉得就是这种精神 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大家看一下 而且他还把这个小图 这个是咱们六七上课的 这种小的构图 他都画到上面来了 这就是学霸的笔记 这就是学霸的笔记 那这个是莫古的笔记 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认真 我觉得他是这个 赫画的非常的好看 单顶赫 哈 单顶赫 后面画山水也画的比较多 那咱们来看一看 他的这个奖品是 手工防骨的毛编纸 这个呢 也是毛编纸的一种 大家看一下 这个毛编纸是安徽金线 安徽金线 它是中国重要的宣纸之箱 专门生产这种宣纸的 所以你们 去拿过去写的话 也不要担心 它的质量不好 相信 用过咱们幼化的这个 宣纸啊毛笔啊 都是 觉得质量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是手工的毛编纸 所以 就是写的时候 不会阴墨 不会阴墨 最近这个天气 如果比较潮的话 就一定要用 这个袋纸 或者说是防潮纸 一定要把它盖起来 上次我和小阿老师 我们在 就是一起总结的时候 他说 哎 你的这个宣纸 怎么摸起来潮潮的 就是因为 我是把它拿到了这个 跟空气接触好 所以呢 它的 宣纸就会吸水 就会让你感觉潮潮的 所以大家如果 有这个宣纸的话 就一定要把它包好 因为我们现在 南方是属于梅雨季节 容易 呃 产生这个潮湿的感觉 好不好 这个是毛编纸 好 也是用来写书法的 书法毛编纸 嗯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连续完成 这个作业打卡的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可以领取这个 国锋的书签 完成第三和第四阶段的 打卡呢 就是可以领取咱们的 梅兰竹局的冰箱贴一套 大家 就是明天好 就可以把你们的打卡 发给班主任老师 这边呢 就可以准备给大家 就是 陆陆续续的发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冰箱贴 梅兰竹局的冰箱贴 梅兰竹局 是不是也是很精致的 这个是国锋的书签 是一套 它是一套 很精美 是不是 非常的精美 所以咱们六七的同学 如果有完成了打卡的话 可以把自己的 这个打卡的图片 发给班主任老师 冰箱贴已经有了 那你有没有这个书签 书签 书签没有是吧 那就请咱们六七的同学 把自己的打卡内容 发给班主任老师 欢迎戴米米同学 看到你了哟 需要打卡 需要几次打卡 就是咱们上课的内容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就是第一到第十四课 对 我觉得这个冰箱贴和书签 都非常好看 书签可以 自己在看书的时候 可以夹在里面 对 书签很好看 是的 好 刚刚呢 我们已经对于 这个 咱们 这些实力奖和优秀的同学 做了一个颁奖 那么 咱们六七的同学 大家都非常的优秀 只不过呢 可能有时候 由于时间的原因啊 在作业的完成度上 还稍微少了一点点 但是呢 我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坚持的 画下去 继续坚持的画下去 那咱们现在就来看看 这个 同学们的一些作品 同学们的一些作品 毕业作品 第一幅是珍珠 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是偏 仿古一点的 大家可以欣赏欣赏 整体让你感觉 画面不仅是 前后的层次变化 以及这种 线条的力度方面 都是做得很好的 我给大家放大一下细节 看看哈 看看这个树 这个树的线条 既是轻盈 然后又有力度 像这种 枝干的穿插变化 这种枝干的穿插变化 它在小的细节方面 也做得很棒 然后呢 像这种山石的一些村法 山石的村法 这个石头 让你感觉的这种 立体感是很强的 整个画面的意境 做得很好 很棒 那么在后面呢 我是希望他能够 把这个书法的这方面 还是要去再练习一下 因为国画当中 如果说是少了 一些题字啊 落款 印章呢 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空 所以后面珍珠同学 如果要继续再画下去 可以先练习一下书法 然后把书法的一些内容 结合到我们的国画当中 真正的做到书画统圆 好 那这一幅呢 是咱们揽阅的作品 揽阅可以说一下 你的这一幅作品 就是画了多长的时间 画了多长的时间 可能 很多同学会觉得 国画它 到底是 花的时间多 还是花的时间少呢 这里呢 就是给大家做一些解答 大家有什么问题 对于国画方面 对于国画方面的问题 就可以提出来 那么刚刚咱们揽阅说了 是画了三天 因为我对他们的创作上是 要求先画草稿 画完草稿之后呢 再 再 嗯 画到这个 完整的宣纸上 因为 国画的话 你如果说 一开始 没有很长时间的积累 一开始就 直接画到 这个纸上呢 就会容易 这个章法布局方面 会有一些 错乱 所以呢 我是想 让大家就整体方面 可以先去画一个草稿的 所以 他们在画的时候 就会先画 在纸上画一个草稿 然后再去 再去画一些 具体的 细节方面哈 大家看一下 揽阅的这一幅作品呢 他画面整体的气势 画得很棒 是不是 这整个的气势 他采用的是一个 高原法的一个构图的方式 好 我们知道 国画当中还有 平原 高原和深原哈 那么他在 在章法和布局上呢 是采用这种高原 所以这个高原法呢 就让你看上去 这整幅作品的气势 非常的足 那么他画的是一个 小的 清绿 清绿山水 清绿山水 在画面的一些细节上 线条上也做得很好 比如说这种 石头的力度 线条的力度 做得很棒 因为揽阅他也是 学习了书法的 所以说 他在落笔方面 是很肯定的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那么我希望他在 后面的学习当中呢 像后面这个云 云层的部分 稍微有一点点散了 那么 你在之后的练习当中 就可以 这个云的话 可以稍微喷 用喷壶 喷一点水 喷完水后 然后再用淡默去染 这样染的话 就会 有什么效果呢 就是这个线条 他不会说 就每一笔和每一笔之间 他有那个纹理的变化 你用 喷 你用那个清水 轻轻的去喷一下 喷一下这种地方 再去染 那么他这个云层 就能够做到 比比之间是融合的 比比之间是融合的 欢迎墨上花开 蓝月他画画 他的笔触方面 他是比较放 后面的话 我是希望他能够 稍微在收益 收放收放 你要收放自如 我们在放的同时 在大面积的放的同时 你就需要去 怎么呢 去收 那我们要收什么呢 就是你要收画面的一些细节 什么细节 比如说树 石头的村法 一些点台 这些地方 你都要去收一收 好 国画好美 国画它不仅是在 这个气势上啊 或者说整个的 这种气韵上 都是很 很容易 让人感觉 沉醉在其中 沉醉在其中 还有一个收的话 就是这个 像这种 这种地方 山脚的地方 线条还可以 再紧密一些 紧凑一点 收放自如 好 收放自如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 下一位同学的作品 是 蓝风浮雨 这位同学 在不在呢 蓝风浮雨同学 在的话 请敲一个 六 好 在的话 请敲一个六 这位同学呢 他也是 学了书法 所以他的线条 也是很肯定 因为书法 他对于我们线条的 这种质感方面的提升 有很大的 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 他这一幅是这种防骨山水 其实我 我觉得 就是通过这一期 国画的学习 你能够自己创作出 这种 这一个完整的 山水的画的作品 我觉得是 进步是非常之大的 进步是非常之大的 好 咱们的蓝风浮雨同学 敲了一个六 因为他前面 也学习了书法 后面学习国画 时间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呢 他的每一幅作品 他都认认真真的去完成 我真的是 很佩服他的这种毅力 他虽然说没有 就是画特别多的 课外的作业 但是他的课内的作品 几乎每一张都是 非常认真 有时候他跟我说 他画画都画到一两点 所以呢 就是精神 那种精神可嘉 好 这个是他前面画的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好 竹子 同样的 你看 因为他也是学了书法 这个线条的力度的话 在前期我们就可以 发现还是很流畅的 运笔很肯定的 大家来看一看他的 兰花 兰花的线条 好 这个是前期的一些作品 这兰分浮语同学呢 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就每一幅画 他都要做到 做到完美吧 做到完美 看这个喜鹊 灯梅 这个线条 以及这种 梅花的花瓣 还有这个鸟 的这种造型方面 也是做的特别的足 特别的好 再看一下他的这种石头 这个斧坯村 是不是觉得这个石头的质地 很坚硬 看一下这个石头 这个是一些细节方面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讲到了一幅作品 首先是要去分析 它的局部的一些细节 然后再带大家去 画完整的作品 所以我们的这个课程 是很合理的 不仅是让大家能够画这种 长期的作业 同时呢 我们也不放过这些细节 好 细节我们要拿捏的死死的 因为很多东西 说绘画 有时候你会觉得 哎 这幅画 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那肯定是从细节 和局部画起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也是先学习这种局部 局部的去练习 练好局部之后 我们再去画这种完整的作品 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 如果说我们一上来 就先画这种完整的作品 那么我们的笔墨得不到锻炼 这样就会导致我们 就是本末导致 所以我们的这个 首先哈 都是练这种简单基础的 然后再去学这种 稍微复杂一点的 大家看看他的这幅长卷 这幅长卷哈 这幅长卷的话是 咱们上课的内容 有两米 差不多是有两米哈 是一幅长卷 所以呢 我们不仅是在这种 小幅的山水上有得到锻炼哈 同时呢 我们也会在这种 齿幅比较大的作品上 也是能够提升自己 像这一幅的话 是浅降山水 可以看到他后期的 这种线条是很沉稳的 对吧 很沉稳的这种 山石的质感呀 以及树的这种层次的变化呀 表现得相当的棒哈 表现得相当的棒 这就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哈 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能画出这种作品哈 对 进步是很大的 而且他画这个毕业作品的时候 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推敲 然后颜色方面 也就是 嗯 询问了很多哈 你们都非常的优秀 这个是小的 青绿山水 小青绿哈 小的上面青绿 好 嗯 这个呢 就是咱们 呃 浮宇同学的一个毕业作品 再来看一看 苗月和同学的这个毕业作品 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呃 画面的构图是非常的奇特的 就是他的这一幅作品 就是他的这些脏法的布局上会比较特殊哈 比较特殊 那么他就是呃 呃 参考的石涛的一些画作上的内容 呃 这幅作品呢 我觉得他整体的气势也非常的足哈 也是非常的足 同样呢 他也是运用的高原法哈 高原法 那么他的这个整体的色调 颜色很统一哈 颜色很统一 同样呢 在画面的层次上也做得很好 那么他嗯 后面的话可以提升的一部分呢 是这个画面的一些细节哈 也是呃 跟懒月差不多 就是需要收放自如 你要放得开又要收得下 那他的这个像这种树 这一块哈 这种树的这种线条 就需要在小的细节方面 暮色的层次上要稍微的加强一下 比如说这个这个树哈 这个小树 它要有这个暮色的浓淡的变化 这一块呢 就是暮色整体有一些类似 呃 后面在画的时候 要把这种暮色浓的地方种下去 浅的地方要再浅一点 把这个浓淡的墨色给区分开好 这样呢 他的画面会更加的丰富 层次更加的丰富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话 它是墨色是讲究浓淡干尸枯 那我们在一个树的一个整体的范围之上 如果说它整体的暮色比较类似的话 会有一些不透气 所以呢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种 暮色浓淡干枯的一种对比 这是一个画面的一个细节 欢迎可乐豆 嗯 苗月和同学应该也是还没有学习书法吧 就书法方面的话 也可以稍微再去练习一下 好 稍微再去练习一下 将这个远山 呃 这个远山的木色 嗯 稍微深了一点点 如果再浅一些的话会更好 呃 远山的话 它你看这个墨色的层次 近景中景远景 它是要有一个层次的一个地近的关系的 所以前面要浓 后面就要淡好 就会让你感觉这个后面的山是若隐若现的感觉 这么这样呢 它画面的空间感才会更加的强烈 我们知道这个国画当中 它主要是通过墨色的浓淡来表现画面的一个空间 所以呢 呃 这种远山的地方你要注意要把它的木色再淡下去 或者说是把前面的木色要加强 还有这种松针的地方哈 松针 它是属于画面的一个小细节 那么这个细节就是一个收的过程 这种细节你一定要画的比较精致 比较到位 细节 一幅画如果我们去看一幅作品哈 不仅是看它画面的一个大的枕的一个感觉 如果它的这个枕的感觉画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画面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线条 比如说这个 呃 树叶 然后墨色浓淡干枯的一些变化哈 所以在国画当中 它的讲究也是非常之多啊 但是大家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哈 通过几个月的时间的学习 能够画出这样的作品 嗯 也是在绘画上也是花了功夫的 所以你们都很棒 那么有一些同学可能课内的作业已经画画完了 没有画毕业的作品 时间上会有一些就是挤不出来呀 这些 我是希望大家如果后面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尝试着去创作一下 因为创作和临摹 它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概念 如果我们有同学已经进行了创作 就会发现这个创作其实还是挺难的 是不是 咱们六七的宝宝 是不是 觉得难的话请敲一个酒 因为我自己 嗯 画画呢也会去进行一些创作 所以知道大家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的困难的程度 所以说你们能够画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已经是非常的棒 但是我们绘画的脚步是不能停的 所以说还是嗯 要继续加油好 要继续加油 欢迎咱们的墨鱼同学 好 那么这一幅呢是秋和丁宇 秋和丁宇的一幅这个作品 它的这一幅作品里面呢 会有一些这种颜色 颜色 偏 偏属红一点的 会让这个画面好感觉 呃 那句话叫什么 就眼前一亮好 眼前一亮的感觉 对 就是眼前一亮 嗯 刚刚咱们同学也提到这个像那个桃花园一样好 桃花园 就是世外桃园啊 感觉生活在这种地方 就感觉人都会变得很幸福吧 所以绘画它其实呃 是根据作者 就是作者哈 它外在的一个观察 同样呢 它也是反映了自己主观的一个情感在里面 嗯 因为我们会发现哈 每一个人他的创作的作品 创作的题材可能都不一样好 会让你哎 觉得很有趣 因为每一个人他画的内容 画的这种 就是山啊 水啊 虽然说 都是在大自然当中是有形的 但是你看他表现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 哎 每个人就不一样 这个就是绘画他的一个魅力了 因为我们 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就是每个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都会不一样 所以 我看到他这一幅作品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眼前一亮 他不仅是在画面的这种构图与章法上表现得很好 同时呢 他的这种 做云雾的感觉 处理的也非常棒 这种云雾感哈 以及他画面的一些颜色哈 这种 这种色调让你感觉很舒服 就想自己 哎 我也住到这个里面就好了 给大家看一看咱们秋和听语的相册 看在前面哈 欢迎2264 因为没有显示名字哈 所以我只能说是 呃 念一下这个号码 这个尾号哈 这个数字 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他的第一幅 第一幅 这 在开课之前画的 这个小鸟 你看这种线条 刚开始在画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些犹豫哈 线条不肯定 最后你看 经过这 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 比如说这种 这个莫果 好 莫果 哎 这张 是不是有这种质的飞跃 突破与进步 后面哈 他画了很多的山水 我也比较喜欢这一张 还有这个山水的小品哈 嗯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线条上就 越来越肯定了 线条越来越肯定 以及他对于整体的一个把握哈 整体的一个把握 所以呢 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 不仅是在 呃 比 比目的这种基础 上有进步 同时呢 你在自己的一些 绘画的审美的过程中 也会有所提高 我们说 我们说绘画的审美哈 就是 呃 你看画 你绘画的一个这个 演到 手到的感觉哈 那这个就是他的毕业作品 嗯 秋和听语同学呢 他的这个 需要注意的一些点 就是在这个画面的 点台上面 点台稍微有一点平均了 然后墨色 稍微有一些重 会感觉这个点会比较突兀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点 这个点台的墨色 可以与这个 山石的颜色 稍微接近一点点 好 稍微接近一点点 这样呢 他画面会更加的协调 会整体更加的舒服 秋和听语在不在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这个戴米米同学的作品 戴米米同学呢 他画的是一个扇面 那么这个扇面的话是 有这种 泥江山水的感觉哈 有这种泥江山水的感觉 那么 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像画面的一些细节 做得非常的棒 比如说 嗯 船 以及房子 树这一块 我觉得画得很好 像前面这一块 石头的部分也是 做得 细节比较多 比较丰富 那么他需要注意的一点 是什么 就是后面的山哈 他这种隐隐约约的感觉 是很不错的 就是在这个线条的村法上面 还可以再加强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 他有这种方与圆的变化 这个画的时候呢 就稍微有一些圆 稍微有一些圆 再加一些方笔 好像这种方笔 就会更好了 要有这种方圆的 方圆之间的一个结合 方圆结合 呃 石头的村法 稍微有一点少 就是这个线条呢 还可以再具体一点 多画一些 他虽然说是一个小品 但是小品的话 也是要 嗯 有一些画面的细节 比如说前面这一块 好 前面这一块 要多加一些村法 在里面 让他 呃 虚实的变化 更加的 对比 更加的强烈 但是整体画面的这种 南方烟语的感觉 是做得很 很好的 有这种 韵味在里面 这个是咱们 戴米米的毕业作品 后面 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你就可以 再去 嗯 练习一下 石头啊 树啊 的这些 单个的细节 去练习一下 这样呢 在 等你 转到创作的过程当中 就能够有更多的细节 去表现了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 染颜色的时候 染颜色的时候 可以稍微再染的 具体一点点 像这种 留白的地方呢 你就可以 还可以再加 还可以再加 绘画它有时候 如果说是画这种简单 稍微偏简单一点的 你就是画面要 稍微的丰富一些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幅作品是咱们 轻盈 幽幽的 它画的是一个局部 嗯 大家可以从整体上看 会发现它石头 后面石头的这一部分 线条的质感 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好 以及笔墨 干枯的感觉 这种笔墨干枯的感觉 休息了 没有休息啊 笔墨干枯的感觉呢 做得很棒 这种笔法 这种笔墨干枯的感觉 做得很棒 那么它需要再注意一点的是 这个人物 点减人物的话 虽然说是画面中的一个 小点 但是它也是 但是它也是 这个我们 嗯 作品的一个点题 作品的一个点题 所以我们在 呃 画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注意一些细节 以及人物的一些比例方面的关系 像这种线条的话 就还可以再流畅一些 我们会发现这个人物的比例哈 人物比例方面 还可以做得再组一点点 今天晚上有抽奖吗 你们就是 想要问有没有抽奖 是不是 抽奖的话 就等到下一次公开课吧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要是放在 同学们的这个作品上哈 同学们的作品上 好 我们来再看一下 静心同学 静心在不在 静心的这幅作品哈 作业的话 后面还可以再画的 现在是卡住了吗 静心哈 静心在的 那么静心呢 它当时是 嗯 我们开课有 有几天的时间了 然后它是 就是插到咱们班上的 但是呢 它 虽然说就是 比大家晚画了几天哈 但是它在绘画的 这个 作品上是非常的用心哈 非常的用心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一幅作 嗯 毕业作品 在整体的这种画面 构图上是非常的饱满 以及 它用到的是 青绿山水哈 偏青绿一点的 颜色也很好看 以及 它的画面的层次感 做的很棒 比如说这种前景 前景与圆景的 这种墨色层次的关系 你看 这个前景 就是让你感觉 哎 靠你 靠你很近 那么这种圆景的 这些山哈 它也采用了一些 就是宋代的一些 宋代 山的一些画法哈 宋代小品 山的一些画法 所以呢 它的这些 呃 细节 画面整体方面 都做得很好 那么它的 呃 需要进行一些 就是 练习方面的话 它这一幅作品哈 卡住了是吧 它这一幅作品呢 这棵树的话 就稍微大了一点点 可以稍微再小一些 让这个画面 有一些空白 这个地方 如果画的太多了 它整个画面 比较满的话 会有一些补透气 所以呢 我的建议就是 后面在画的时候 可以把这些画面的 留白哈 再稍微 多留一点点 那样 画面 它的空间感 会更强 同样的呢 也是在 呃 画面的一个 这种 留白的地方 需要注意一下 蓝月 你应该是卡住了 欢迎木子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静心的一个相册 稍微有一丢丢的 卡 同样前面 你看它的线条 在一开始画的时候 这种水分还是 呃 比较大的 那么经过它的一个练习呢 像这种 梅花枝干的线条 会在一点一点的进步 还画了一个 这种 很可爱的小和尚 是不是很可爱 还画了这种 人物哈 这种人物的 感觉像 李白 枪敬酒 举杯 邀明月的感觉 它的这一幅夜景 这种 也画得很好 也画得很好 这种属于颜色比较重的 所以可能对它后面的一个创作 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比如说这种 就每个人 他绘画的 习惯 绘画 喜欢的题材 都会不一样 所以你们会看到 我们同学 他 就是 这个创造力 也是无限的 题材也是 比较多样化 很丰富 画了这个 这个书桌 桌子哈 最喜欢的呢 还是这个葡萄 大家看一看 进行同学画的这个葡萄 是不是让你感觉 这个葡萄是不是熟了 可以吃了 就立体感非常的棒 以及葡萄的这种层次的变化 想吃了 是不是 想吃 就感觉 以假乱真的一样 这个葡萄的话 它需要颜色层次的变化上 把握得很好 最后的话 需要点一个高光 要点一个高光 才会出现这种 水灵灵的感觉 好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 Cindy Cindy的这一幅作品呢 她当时跟我讲的是 她想要画一个偏古风人物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白衣男子哈 风度翩翩的站在这个竹筏上 然后会让你感觉 这种这种古风的画 这种古风的画 这种古风的画 这种题材还是很新颖的 所以咱们同学的这个创作力和想象力还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她这一幅作品的话 整个画面是属于这种小品的山水 我觉得她的石头 石头线条的处理 以及山石方面都画得很好 那么她需要注意一点的是 这种水草线条可以稍微再细腻一点点 因为水草的话 它是那种细细的 细细的 然后很灵动的感觉 所以这个线条稍微粗了一些 稍微粗了一点 第二个就是这个点台方面 线条你还可以再往下压一些 稍微有一些飘 在这个 嗯 树叶上哈 她也是用了一个 嗯 属红的颜色 那么像这种地方呢 这种颜色呢 就还可以再多一些 颜色可以再多一些 让这个树的整体的颜色 更加的突出一点 但是这种近景 中景 远景的层次变化哈 画面整体的层次变化 做得非常的棒 就是有这种层层递进的感觉 层层递进的感觉 她在画这一幅画的时候呢 也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哈 因为我们画一幅国画 可能大家在 嗯 画第一遍不理想哈 有可能还会再画第二遍 或者说是第三遍 嗯 还有一点就是在水面的线条方面 水面的线条方面 可以再水平一些 像十里桃花 你们是 是不是想起了那个谁 赵又廷是吧 那么这个 Sindy呢 在后面 如果再进行一个创作的话 就是希望她可以把 这些细节做得更加到位一些 好像水平线 这种水的线条 以及这种水草 点台 就是这些细节做到位之后呢 你的画面就会更加的生动 活泼了 那这种点台的话 就可以注意一下 输密的变化 输可跑马 好 密不透风 输的地方可以再输一点 密的地方呢 就是要密一些 落笔的话 要肯定有力 不然线条它容易飘 容易飘 咱们Sindy在不在呀 在的话请挑一个1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乌山云同学的这个毕业作品 乌山云同学应该是在的 我刚刚已经看到他了 那么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你看画面是很完整的 这个有画 还有有诗 还加了诗句 以及印章 有印章 诗书画 印 同源 那么他的这幅作品呢 就是 整体很完整 需要注意的是 画面的一个 墨色的层次变化 比如说 他远景的这个山 远景的这个山呢 就是 稍微重了一点点 稍微重了一点 但是前面这一块是很舒服的 前面这块很舒服 就是远景 他的墨色就可以和这一块 这两块的墨色 就可以相近 相类似 如果这个墨色太重的话 就容易往前跳 好 往前跳 嗯 要稍微再淡一点点会更好 这个 他的松针 松针 以及竖的穿插的变化 做得很好 比如说这个松针 你看他 的一组一组的 线条一组一组的 就是表现得很细腻 像这一组树的话 前后 前后 层次的变化 做得很足 嗯 画面的这个枝干 穿插的一些细节 也做得很好 没有声音吗 其他同学有没有声音 欢迎星玄 星玄也是好久不见 有声音 那咱们珍珠同学 可能是卡住了 你可以稍微 退出一下 然后再看看 是不是有卡住了 像他这个柳条呢 这种柳树 垂柳的 线条的质感 也表现得很棒 就是需要在 墨色的层次上 稍微再注意一下 以及这种 石头的地方 你染颜色的时候 就可以稍微有一些衔接 比如说我 这一块是 呃 则石 整体是一个则石的色调 那么这个 这个地方 墨色就稍微深了一点点 还可以再浅一些 加一些则石在里面 好 这个就是 石头的结构 呃 石头的结构是 嗯 线条方面好 线条方面 你可以再肯定一些 是不是觉得 是不是觉得 这个 线条的 这个质感 还可以再 肯定一点点 今天大家是不是 都在问我有没有抽奖 哈哈 每次画石头 线条雷同 那么线条的话 你可以通过 线条的粗细 像这种地方 你看 这种地方 你的线条的粗细变化 就比较类似了 要有粗与细的变化 同时呢 这个运笔的方向 你看这种 尖尖 是不是都比较类似了 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 这一部分 好 我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我只画一个 这样就感觉 有一些排列的感觉 是不是 就整体有一些 就像排队一样 哈 那么我们在 果画当中 就是要有 错落有致的变化 错落有致好 可以有大小 有疏密的变化 呃 线条的话 也是 嗯 你用到的是 前面用到的是 一个披码村 那么这个线条 在画的时候 你用笔要肯定 然后再加一些 这个 长短的变化 同时呢 也可以再去练习一些 呃 这个 像腐坯村啊 雨点村啊 豆瓣村 这些 让你的 这个 不仅仅是 画这个 披码村 好 要去 再输入一些 其他的村法 让你的石头 在 嗯 整体的这个 上面再 变化一下 好 那么 乌山云同学哈 同样也是 你可以 觉得线条 没有力度的话 也是可以学习 呃 列一下书法 书法的线条 让你的线条 更加的精进 更加的有力度 比如说 这个后面石头的 山的部分 线条就有一些 就是偏细了 可以再粗一点 因为石头的质感 它就是比较 质地比 会比较坚硬 用粗的一点线 用粗一点的线条 会更加能体现 这种山石 它这种 嗯 比较方硬的感觉 咱们再来看一看 单 好 这幅作品呢 它画的是一个 夜景 咱们单在不在呢 单的话 它的线条比 嗯 比较肯定 嗯 它喜欢画这种 有颜色的 好 带颜色的 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相册 它画了很多啊 画了很多 这个虾 画虾画的特别的棒 画虾画的特别的棒 看看这个虾哈 这种水墨淋漓 画虾专业户 这种水墨淋漓的感觉 然后这个 虾的这个线条 运笔 以及它的这种 走势的变化 我觉得都处理得非常好 它在这个 这一学期的过程当中 它画了 山水画的比较多 而且呢 也画了很多的虾 好 给大家欣赏一下 确实是很生动 这个是它画的一个 山水 单的绘画题材会比较丰富 它有画这种小品的虾呀 这种花鸟啊 会比较多一些 看这个是咱们过年的时候 在家里面哈 我们六七的同学就是 画这个挂粒哈 挂粒上直接画在这个挂粒上 就可以挂在你的家里面了 也是很好看的 就让你感觉 这个是学有所用好 学有所用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位同学是杨子玉 杨子玉同学在不在呢 好 那么它这一幅作品呢 它是属于一个 偏青绿山水了 颜色会比较的丰富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 整个画面的一个 S型的这个构图的取势 是非常的棒的 就是它有这种动态的感觉 好 这个画面是一个S型的构图 那么它的 石头用笔是比较肯定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上面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树 树的层次变化上 还可以再注意一些 因为树的话 它肯定是有前后关系的 所以在画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木色 层次颜色上 有一个区分 像这一颗的话 因为它是在远处 这个是在远处 所以木色要浅一些 前面的可以拾 后面的虚 第二点就是叶子 叶子这两棵树呢 它就有一些是融在一起了 就颜色会融在一起 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需要把两棵树的树叶 稍微有一个区分 稍微有一个区分 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 是 像这一组树 这组树 虽然说是画面的一些细节 但是我们在细节方面呢 也是要把它做到位 做到 把这些小的细节 也表现出来 像这种水草的话 也是可以在 多一些这种 线条的灵动感在里面 但是画面的这种 层层递进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表现得 非常的棒的 咱们有一些同学 它已经 慢慢的是在画后面的一些作品了 希望咱们没有 还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呢 能够再继续去画 好 继续去画 单说她最近参加了画虾的比赛 情况如何 这个已经给大家看过了 咱们杨子余同学的相册 是不是因为参加了那个画虾比赛 所以她的虾才会有这么大的进步 好 咱们来看一下 丽丽的这幅作品 那么丽丽的这幅作品呢 就整体很均匀 颜色很均匀 很舒服 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画面的这个下边 这个下面的石头呢 画的稍微有一些窄了 少了 那么上面的山 比较的重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 有一些头重 脚轻 那么丽丽在后面画的时候 要注意画面整体的一个构图 要把这个底下要撑住 底下的地方 就一定要画得浑厚一些 把它撑起来 远处的山 你就可以画得稍微的虚一点点 把这个画面 墨色的层次关系 就是要对比更加的强烈一些 就前面你可以实一点 后面的话 越远的地方 你就要越虚 把这个层次的关系 拉得再开一点 但是它整体 画面整体的色调上 以及画面整体的构图上 是非常的棒的 同样呢 它也是有这个 提款和印章 大家看一下 有了提款和印章 是不是就觉得画面 就整个画面会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完整 如果说就是没有提款和印章呢 就会觉得 好像画面少了一点点什么 所以大家就是有 咱们国画班的同学 无论是六次还是七次的同学 你就可以 就是平时有时间 可以去练习一些书法 不仅是对你画面的线条方面有帮助 同时呢 也是能够 在画面整体的一些 这个线条上 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作品 是咱们六七的紫意的作品 这是我们 山水画当中的唯一一幅雪景 你们来欣赏一下 是不是觉得 这个雪景也是很好看 然后因为雪景大家画的比较少嘛 所以放在作品当中的话 会觉得比较新颖 这个题材比较新颖 因为平时我们上课的话 就很少接触到雪景的题材 但是呢 她画的这幅作品 在画面整体的这个 墨色的层次上 用笔上 以及整体性上是很棒 你看她不仅画了 这个层次的变化 同时呢 她也有题字和落款 所以会让你感觉画面很完整 很完整 完完整整的一幅作品 子役的话 在后面画的时候 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的是 这种 这种地方哈 因为雪景的话 它是石头上面是有雪的 所以是留白 那么在这种 这种原本要留白的地方 它画上了这种淡淡的颜色 它是一个反衬 就是原来这些地方是留白的 但是这些地方画上的颜色 就需要你在颜色的层次上 要表现得稍微的细腻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颜色在染的时候 木色在染的时候 它会 有一些这个纹理嘛 有一些纹理 所以你就可以先喷湿哈 用这个那种小喷壶喷湿 再去染 染的时候 木色可以淡一些 这样它整体会 线条与线条之间 会更好的融合 子役同学 他这幅画很完整 这幅画很完整 在后面的学习过程当中 就是还可以继续 多画一些这种雪景的题材 不知道子役同学 今天有没有来 我们的直播 好 这幅呢是芙蓉的 芙蓉同学不知道在不在哈 这幅作品呢 它是属于一个小的防鼓山水 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层次做得很好 比如说它前面的 这个墨色比较重 后面的是比较须 有这种近时远须的一个变化 那么 芙蓉同学需要 在后面需要注意的是像这种线条 就是这种松针哈 这种小的枝干上面 落比要肯定一些 以及你看这种地方 这个石头的村法上 石头的村法上 线条稍微有一点点乱 有一点整齐 我们在画的时候 你看后面这一部分就很好 很流畅 这一部分的话 主要是画的时候线条 稍微有一些碎了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 线条要整体流畅一点会更好 还有这个章在 嗯 印章的时候哈 你就可以稍微正一点点 落正一些 整体的它 整体的画面是 很舒服的 很宁静致远的感觉 这个呢 是咱们Lily的作品 有两个Lily哈 那么Lily的这一幅作品呢 是一个小的扇面 它在这个树的 线条上 就是表现得很肯定 需要注意的一些点是什么呢 就是画面稍微有一些空了 我们知道 虽然说山水画 它有一些 就是会表现得 很 有一些像 清代的建江 它的作品就是会比较的 解约 简单 但是呢 它画面的细节 也会做得比较丰富 你比如说像这个树 这个树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缩小一点 缩小一些 不要画这么大 可以缩小一点 让这个房子 成为画面的一个主体 第二点就是在 石头的村法上面 要再加强一下 这个线条稍微有一些少 可以再多加一些 如果是匹马村的线条 就可以再多一些这种村法 腹匹村的话 线条就可以再干脆 干净利落一些 利的话 我给他的建议是 后面如果像要再去学习 就可以先把这些树法 石法 整体的再去回顾一下 把这些基础再去打牢固一点 然后再去画 这个创作会更加简单一些 因为我在咱们 国画六七和七七 我老师在说 大家在画石头啊 树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牢 就是把这个 搭马布 把这个马布练稳了 然后再去创作后面的作品 那就一点都不难 如果说这个前面的 一些小的树啊 石头啊 这些 练习的不到位的话 后面创作会稍微难一点点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墨鱼 我觉得墨鱼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他的颜色用得很透 很润 就是给你这种很清新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点小清新 他的这一幅作品呢 属于一个小的 青绿山水 好 青绿山水 那么他整幅画的构图方面 是很不错的 对吧 现在颜色很清新 好 很透亮 因为这个国画里面 他的颜色的量的把握 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如果说 就是颜色调的多了 可能会比较厚重 嗯 画的少了 又会觉得有点薄 所以这个量是刚刚好 那么墨鱼同学 在这幅作品当中 就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这个山石的村法 这个石头的线条 运笔 你还可以再肯定一些 再粗一点 这个山的村法 稍微有一点少 后面可以继续再加 虽然说它染了颜色 但是呢 也是需要这个 一些线条去支撑这个山的 去支撑这个山 这样会显得 这个山更加的厚重一些 嗯 第二点就是这个山嘛 这个山这一部分 它整体有一些平了 如果说在后面哈 再加一两座淡淡的远山哈 淡淡的远山 会使这个画面的构图 更加的完整 就用墨色哈 浅浅的加两座 加一些远山 就会更好看 墨语同学同样也是可以在 呃 自己有时间的话 可以练习一些书法 墨语在的哈 在的 嗯 它的这种石头的运笔 这种前面这一块运笔是很肯定的 以及它的这些云 染的也不错 这种云层的感觉 染的也不错 在石头的这个线条上面哈 线条上面你可以再多加一些这个村法 嗯 咱们再来看一看 六次的同学 这个是唐梨尖雪 这幅作品呢 属于一个潜降山水 那么它在这幅呃 作品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也经过了多次的一个调整哈 在画这幅作品的时候呢 整体画面整体是很完整的 你看 辛丑牛年春又画毕业作 把这个画面整体的感觉有有了这个体字以后会让你感觉到很完整 那么在这一幅作品当中 呃 线条的运笔是很肯定 但是在构图上呢 就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中间这一部分 这个留白稍微有一点点的多 可以石头再往下画一些 这种层次递进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层次递进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第一点好 就是这个空间的留白稍微多了一点点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点台哦 点台的部分 嗯 需要再注意一下疏密的变化 整体有一些这个平均呢 稍微有一些平均好 你在画的时候就可以在 嗯 这种地方可以多加一点 多加一点 这样呢 这样呢 这个画面它的这种疏密的变化就会更好 嗯 这个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再加一些这种水的线条 水的线条 好 那么这一幅呢 是秋 秋的这一幅作品呢 它也是属于一个浅将 它的整个的氛围啊 画面整体的氛围很好 那么需要注意点的就是这个山 山石的轮廓线 这种圆圆的感觉 稍微有一些圆了 之前我也跟大家讲到了 我们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方圆结合 石头的话也是要方圆结合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石头 都画的一样的圆了 那么它就很容易软 好 这个线条就软 那么我们在 呃 后面秋 在后面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多加一些 你看前面这种方印的感觉就很好 前面这种方印的感觉就很好 那么这个圆圆的轮廓线 这种地方呢 你就可以再加一些方笔 好 加一些方笔 没看到我的箭头是吗 是不是不能显示这个箭头呀 好像是没有哎 那就是这个箭头不能显示了 现在能不能显示呀 现在有显示吗 也没有 这个有一点奇怪 没关系好 咱们欣赏这个画就好了 控制面板去设置 这个我到时候请山阳老师帮我调一下吧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勺子的作品 昨天也没有 是不是昨天哪个老师上课 也没有看到这个箭头呀 按理说应该是有这个箭头的哈 有这个有这个鼠标的箭头的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勺子 我这边是能看到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地站上看不到 可能有这个这个鼠标键有一些冲突了吧 主要不要影响咱们看作品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咱们勺子的作品哈 勺子的这幅作品呢 也是浅降 我发现大家对于浅降山水还是比较情有独钟哈 比较喜欢这种暖暖的色调 那么他的这幅作品呢 他整体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布局 也是一个S型的一个布局哈 S型的布局 然后在层次的变化上 前近景中景远景的层次变化的时候 做得很好 就画得很棒 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是 这个树叶 树叶的这种轮廓线的一个变化 它是有这种凹凸起伏的 好凹凸起伏的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紧 就是有一些融合在一起了 两棵树之间要稍微的区分开 把这个颜色区分开 前景这两棵树哈 这两棵树把颜色区分开 那么远景的山 远景山的部分要把 这就是线条的村法 这份村法的部分要再注意一下 线条稍微有一些飘了 画的时候再落笔 好你要肯定一些 落笔肯定一些 以及这个小 这个塔的部分哈 塔的部分可以再直一点点 把这个细节表现得更加清晰 其实它这上面 这个桥上面是有两个人的 两个人在交流哈 两个人在交流 所以你会看到咱们同学 他们 就是通过 一个 一个学期的 学习哈 就有如此大的进步 不得了 还有咱们的 吴恒同学啊 他 他也画了很多的作品 我给大家欣赏一下 像这个青绿山水 这是浅降 这个也是咱们六七同学 吴恒 现在 现在 颁奖到哪里了 现在是在分析 大家的毕业创作 这个也是咱们吴恒同学 他因为 嗯 这个 青绿山水 大家看一下他的这种 线条 这种松针好 勾得非常的细腻 整体的这个画面 让你感觉很舒服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他的一个 客外的作业 客外的作业 最后咱们再来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脚步 咱们就到 做总结的时候了 哈 像珍珠啊 蓝月啊 以及苗月和 佛语 嗯 秋和听语 带迷迷同学 有 青影悠悠 信心 Cindy Lily 后面还有 云 以及Lily 咱们 就是 画了毕业作品的同学 我觉得都非常的优秀 因为毕业作品 它不仅是 你在这一个学习的 一个 作业方面的总结 同样呢 也是 嗯 对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考验 哈 是不是 你们会觉得这是一个考验吗 因为我们在 嗯 绘画的 其实绘画它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来 呃 进行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是 嗯 到了某一个阶段哈 某一个阶段 我们也需要对自己做一个总结 就需要你 就是把平时的一些东西把它吸收进来 吸收到自己的这个头脑中来 然后通过你的画笔哈 再去进行一个表现 再进行一个表现 嗯 无论是咱们 就是六七的同学 还是七七的同学 我都能够看到大家的努力与进步 这一点真的是要给你们 鼓掌 好 掌声 掌声 鲜花刷起来 鲜花刷起来 虽然咱们这一期的 嗯 已经 就是有一个小的总结 但是呢 咱们六七的同学 同样还是可以 再去跟七七的课程 再去跟着去画一画 跟 巩固 巩固一下 把这个 自己的 线条啊 笔法 墨色啊 得到一个更加的一个精进 好 绘画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嗯 就是 未来还很 很漫长 好 未来还很漫长 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的 努力的去 画 不要放弃咱们的这个 梦想 好 梦想开始的地方 在哪里 给自己来一个鲜花 好 给自己来一个鲜花 其实你们的这些作品 好 就让我看到了 其实 嗯 绘画它没有那么的难 只要我们通过正确的方法 然后通过老师的一个教学 能够使你在这么短的时间 有快速的一个进步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六七已经毕业了 但是呢 学习的脚步是不会停止的 我仍然在这个课堂等着你们 继续和我一起学习 好不好 咱们今天就不抽奖了下一次公开课再抽奖吧 那么请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能够把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好的提升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红星宣纸时长 感觉不错 是的 所以咱们 嗯 这个奖品也是 非常的丰厚的 毕业证书啥时候发呢 毕业证书的话 你可以就是 要先把照片发给我 我要统一的去给咱们后期的老师去制作 制作完之后呢 我再一一的发给你们 毕业证书可以看一下吗 现在还没有 你们要先把你们的照片先发给我 然后我再去请后期老师去做 现在还没有 两月 咱们教了毕业作品的同学 请发一个 你的寸照 好 上半身的照片给我 然后我这边呢 就是要给大家制作 毕业的证书 肯定让你们都美美的 给证件照还是日常照呢 都可以 就你觉得最美的那一张就行 就是要美美的 好吗 那还有一些同学呢 就是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原因 还没有就是 嗯 画完咱们六期的作业 那么看录播的同学 就可以再继续去画了 我会 嗯 会一直跟随 伴随着大家 大家有任何作业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来私聊我 欢迎大家继续来私聊我哈 呃 揽乐啊 像大家都可以准备一下 我们的年展 那如果没有 问题的话 我们就敲一个OK 下一节课再见 咱们六期的同学 记得发照片给我 还有过奖的同学 请把这个联系的方式 发给我啊 还有课堂的打卡 记得发给班主任老师 谢谢 我会一直关注你们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就算是毕业了 我也会 嗯 时不时的去 关心关心大家好 时不时的去关心关心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毕业典礼就结束啦 咱们就下一次节课再见 晚安 时候 这个毕业典礼 不早就会 不可能 说地方 好 你 感谢观看